比笑云霸凌更可怕的是什么 是当着你的面尿你一床 还是在宿舍里倒一桶响 抑或是当着全校实实的面疯狂揍你 却无人敢上前帮忙 新生只是没有替老生刷臭鞋 就要被老生用玻璃锥狠狠地戳破脑袋 直到一位比李云龙还倔的新生出现 面对老生的恶习 他选择以牙还牙 深夜艾里克提着一桶响 悄悄潜入老生宿舍 此时学生会长正打着呼噜 突然一使盆子就扣到嘴里 艾里克迅速撤离 整栋宿舍就只剩下会长的嚎叫声 但会长只会救死罢休 第二天吃饭时 艾里克还嘲讽到 会长哼哼的一下站起来 将艾里克叫到一旁 面对会长的拳头 艾里克却不敢还手 因为他已经被全国所有功力高中排除在外 妈妈背着肌腹变卖家产 好不容易送他来这里念书 但艾里克没想到的是 明明校长和老师都在一盘吃饭 却为何不来帮自己 最后一位食堂小妹大喊一声 会长终于冷静下来 而校长只是弱弱的说了一句 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可艾里克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他凭借出色的运动天赋 加入了校游泳队 本以为可以一掌拳脚 可没想到比赛当天 三个壮汉找到他 并警告艾里克 决赛必须让小胖赢 原来小胖的父亲是学校里的赞助商 校长为了笼诺富豪 下令每次比赛 小胖必须拿冠军 但艾里克却不惯着富家之力 他不费摧毁之力临下比赛 夫人区一聘死气沉沉 突然会长站了起来 不停的鼓掌 夫人与穷人的关系 再也没了缓和了余地 虽然夺下冠军 可换来的却不是荣誉 而是周末禁止回家 在学校做劳动改造 所谓的劳动改造 只是徒有其表 其目的是为了羞辱艾里克 首先让他挖一个两米的深坑 接着又让其填回去 这明白着就是拿艾里克开涮 他取起手中的铁球 跃跃欲试 会长跟班只能留下狠话 仓皇撤离 艾里克好不容易填好锯坑 可石坦早已过了饭点 正当他以为要饿肚子时 那名女孩又一次出现 为艾里克送上了晚餐 他十分钦佩艾里克的所作所为 可这里还有一条规定 与石坦女孩说话就会遭到处罚 但艾里克偏偏不走寻常路 正好周末大家放假回家 他与艾里克插出了爱情的火花 终于迎来了寒假 艾里克拿着优异的成绩回家 没想到换来的却还是继父的皮鞭 打完之后还友好的和艾里克握手 这是什么鬼 跟你艾里克新娘的事 新学期开学 同学们都幸福的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来 而他却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过好在还有玛丽亚 可当他喊玛丽亚的时候 对方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难道会长已经发现两人的暧昧关系 艾里克再次来到玛丽亚的宿舍 可玛丽亚却什么都不敢说 而针对艾里克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既然艾里克是块硬骨头 会长便从他的朋友开始 玛丽亚是第一个 接下来就轮到艾里克唯一的好朋友了